王小飞就把目光投到了华夏这方为首的一个练器五层的老头身上 这人叫义明芝 倒也是一个很厉害的高手 义明芝看了一眼那些外国人 又看向扎木西的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说一下我们听听 我们与华夏紧水不相反 还请把扎木西交出来 这时到来的外国修正者也多了起来 王小飞在那里看着到来的这些人 小生对袁放天道 如果把他们都留在这里 你说外国的修正联盟还有多少实力 你说什么 袁放天吃惊地看着王小飞 王小飞认真道 我只是询问如果这些人死了 外国的修正联盟还能够对我国有多大的威胁 俩人都是小生说话 由于现在是由华夏的修正高手在主持着事情 王小飞的小生说话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这次到来的大多都是修正联盟的高手 如果他们死了 我国修正界就彻底地压制住了他们了 听到这里王小飞又小声道 如果我真的能够把他们困住 然后你们可以自由进入阵法中击杀他们 并且一个都逃不掉时 你们会这样做吗 袁放天眼睛一亮就小声道 如果真有这样的手段 相信我们早就干了 不怕丢民生 他们早就把我们的民生毁了 谁在意这东西啊 只要真的能够灭杀了他们 相信外国修正联盟的人屁都不敢再放了 听到这里王小飞的心中就有底了 微微点头的 既然是这样 那就干一把吧 你们配合着我把阵法布上 只要把阵法布上 他们就没有了任何的机会了 双方这时围绕着是否让出扎木西的事情 在那里争执了起来 扎木西也知道现在是自己的关键时期 就不再顾对方的想法 把对方这些人想杀自己的原因就讲了出来 谁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情 听着扎木西的讲述 大家的目光都投到了外国修正联盟中的 这些个高手身上 王小飞这时把几个年轻人叫了过来 一个个地吩咐着暗中设置阵法的方位 让他们暗中却把阵法打入到地下 看到一个年轻人做出了一个成功的手势 王小飞的嘴角一动 今天要玩一个大的了 这次到来的外国修正者有着四百多人 差不多算是一个外国修正界的精英层 如果干掉了这些人 华夏也算是能够在力量的对比上 居于上风 趁着大家正在争执 王小飞偷偷往扎木西的嘴里 打入了几颗丹药 这几颗丹药可不是一般的丹药 虽然对于提升修为没用 但是这几颗丹药却是能够把扎木西全身所有精气提升到巅峰状态 更有着一颗丹药是一种迷魂丹 可以在短时间内让扎木西听从自己的命令 王小飞又把自己身上差不多的强大攻击服放在了扎木西的身上 做完这些事情时 王小飞早已退到了一边 然后大声对着义明知道 前辈 他们外国人的事情还是由他们自己解决 我看扎木西也只剩一口气了 我们还是不要管了 义明知微皱了一下眉头时 对方那个炼气五层的高手点了点头道 还是王大使名礼 这件事情我们打扰了 师父我们来救你了 师父既然他们不讲理要把你杀掉 我们就有终极阵法吧 师父阵法已不好 啥呀 突然间外面就传来了喊杀声 然后就见整个的空间都在发生变化似的 四周的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这时本来有气无力的扎木西一下子站了起来 脸上露出了争明知情也是大声吼道 啥 只见他朝着人群就冲了进去 然后手中各种的攻击符被他寄了出去 圆放天向着王小飞看了一眼 这局面完全就是王小飞步出来的 这时华下方的修正者都没有动 但是随着那阵势的启动 阵里面的人已是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了 他们只知道扎木西和他的弟子们都行动了起来 他们布置了一个什么风水阵正在困杀着他们 扎木西这时的攻击符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的 太过于强大了 那个外国为首的练习五层高手刚把自己的真气运聚起来时 攻击符就到了